美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发言人 埃文·霍兰德日前表示 该委员会计划于5月6号举行听证会 听取政府就应对新冠病毒爆发所采取的措施 并且正在寻求扶齐的证词 但遭到白宫的拒绝 随后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 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了这一决定 他称克兰普政府正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包括重新开放经济和疫苗研发 但让这些参与抗疫的个人 出现在听证会上是适得其反的 据了解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 在疫情爆发以来 一直帮助引导美国对这一传染病做出反应 但在白宫简报会上 福奇有时可能会表达出 与特朗普观点不一致的看法 令特朗普偶尔对福奇的做法表示愤怒 疫情在美国的蔓延犹如芒刺在背 冲击着特朗普谋求连任的选情 当地时间一号 特朗普称希望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控制在十万人以内 这与他之前的预测并不一致 路透社称这数字高于特朗普周一谈到的六万至七万的死亡人数上限 他似乎增加了自己对美国新冠死亡人数的预估 眼下 疫情在美国的蔓延不仅对民众生命健康构成威胁 也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重创 日前 多位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的复苏做出预测 其中不少人猜测 美国或将经历W型复苏过程 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却认为 W型复苏可能都过于乐观 鲍威尔称他看到的疫情对经济的破坏甚至比W型还要严重 因为当前所有的经济预测都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所以在各国继续抗疫的过程中 美国经济可能会持续至少一年或更长时间的起伏 美国国内疫情仍然严峻 而美国政客为了推卸自己的救治不利的责任 经常玩甩锅游戏 意图瞒天过海 不过近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 戳穿了美国政客操弄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的小伎俩 当地时间一号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确定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 对于屡屡出现的病毒起源阴谋论 国际顶尖医学期刊 柳叶刀总编理查德霍顿 在5月1号的新闻1加1节目中表示 这些说法很多非常可笑 Dave, I think this is most unfortunate that people are blaming a country such as China for the origins of this pandemic It's not helpful and it's not true to blame a country in this way What we should be doing instead is dispassionately working as partners with Chinese authorities to understand the epidemic 当地时间一号 英国卫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为新冠病毒来自哪儿 我们所知道的新冠病毒起源 文章称 科学界对于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 是基因改造而成的共识是一致的 在给卫报的一份声明中 美国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负责人 詹姆斯勒杜克 也不赞成总统特朗普所说的 病毒起源于武汉市人士 杜克表示 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 这种新病毒不是基因改造工程的结果 并且由于与其他已知的 蝙蝠相关的冠状病毒高度相似 因此几乎可以肯定 它是源于自然的